至于韩国首尔的黎泰院发生了踩踏的事件之后 大巨弹的公安问题 今天也再度的引发了各界的讨论 详细情况如何 连线给记者张新闻来告诉我们 新闻 好 观众 三位台北市长候选人 蒋万岑时中跟黄珊珊 在下午的时候又再度同台出席 这个劳工证件的发表会 不过针对南韩的黎泰院发生 这个人踩人的事件 另外导致了上百人的死伤 现在也衍生成台北市长选战的攻防了吗 因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陈时中上午就说 我们应该是要引引为戒 尤其是针对大巨案的公安问题 应该未来审查要更加的严格 意外也引发了他跟黄珊珊之间的战火 来听一下稍早两个人的最新回应 各位大巨弹的状况 跟这个这种形态完全不一样 绿营要来做这些影射 我觉得是非常不适的 觉得真的是一点同理心都没有 而且你这样的在思考管理的角度 也会出问题 我看柯文哲说 他对于大巨弹的逃生问题 他很有信心 比对大巨弹的逃生设计 我想有信心当然很好 但戒身恐惧是必要的 好针对蒋万恩昨天没有出席 同志大游行 虽然陈时中在昨天的时候说 他认为蒋万恩应该是 自己另外有行程的 不过稍早呢 他说蒋万恩他好像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还是有另外排一个这个游行的活动 因此他质疑蒋万态度 是不是有所转弯呢 因此他有隔空向蒋万来呼吁 在选前这些不当的红利 应该是要放弃的 以上是目前我们在现场的最新状况 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 说好的不缺电呢 小小的人为是不是就发生 这么严重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的超前部署吗 事件抽丝剥茧 我们怎样 快筛试剂就是买不到黑暗棋即将开始 我们理性思考 我觉得这次演员也太重了 台湾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您信赖地选择 东森晚间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栋梁